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集训 这段时间坊间出现传言说 王云露接下来无缘参加巴黎奥运会 而外界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 主要是因为王云露最近他的IP地址 已经从福建变成了北京 媒体人透露 他已经从福建漳州的集训基地返回北京 另外一方面 王云露还在社媒发布多条动态 都在暗示自己已经被放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外界球迷自然争论不休 有些球迷认为 王云露这么多年跟随蔡斌争战这种比赛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为什么在最重要的关键时期 放弃了王云露 另外一方面 又有球迷认为 现在朱婷这些王牌主攻已经回归 王云露的能力并不算是特别的出色 他顶多算是中国女排的蓝领 如今拥有更好人选的情况下 王云露被放弃是非常正常的 可以说目前外界的声音分成两派 一直争论不休 其实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看一下之前中国女排名速 对于王云露的一番评价 在之前王云露跟随中国女排 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 前中国女排的队员 李颖在央视解说的时候 曾经指出过王云露的问题 虽然在解说的过程中 李颖也曾经表扬过王云露的表现 在球队陷入困难的时候 他扮演了骑兵的决角色拯救危局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比赛过程当中 王云露还是暴露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技术不够全面 在李颖看来 王云露将来想要变得更加出色 可能在进攻技术和弹跳方面 还得需要有更大的突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王云露来说 无疑恰恰暴露了 他在个人技术短板上面的不足 还记得在之前 世界女排联赛第一周的比赛结束过后 当时王云露在社媒分享自己的心得感受 有些球迷直接在评论区指出他的问题 认为王云露一方面体重太胖 跳不起来 另外一方面有些球扣的也不够死 整体而言 王云露对对手的威胁和压力并不够大 对比朱婷他们没有太多的优势 如此看来 很多球迷感谢王云露 对中国女排的贡献可以理解 他确实为这个集体付出了很多 但另外一方面 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只有最强的人才能登上奥运的赛场 因此对于王云露来说 在整体的技术能力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他只能被放弃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5年备战里约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王云露还曾经被狼平退过货 虽然这种说法有些残酷 但确实也是事实 从媒体报道来看 当时主要是因为王云露的性格脾气比较特立独行 加上和其他队友的相处磨合也不是特别好 最终被退回到地方球队 如今 虽然王云露的性格脾气改变了很多 可惜能力还没有达到很高的要求 希望王云露继续加油不要放弃 将来估计还有机会为国争光 但后人帮助 敬余露继续加油it